放运 薛福龙王顺定孙顺治三位未典传师 四五三位未兴议开荒台湾 台籍人士首席领域的人员 即使十八年 一九四九 四月 李凤英李凤军总办道 合同好前人分配道路责任 由王春茂开财政 孔县州开发高雄 马仲林李凤军开发嘉义 开发 家 李凤英开发台南 事实新义到物以便及半个 开 人人 开道之热诚与苦心 八月间 孔县州前人 薛福龙点船师 及潘颜丁先生三位 前往日本开荒 事年九一日 合同 人 任 任 等 等人游高雄搭船往香港 随即转往广州开荒 何航福利 战事逼近 不得已返回香港 在王文生之博航 此位 立心已开荒香港之事 十月底 何东好前人 主马夺在香港待遇 又立马众铃返回天津 遇向张武成老 前人开发 遇向 走向河北大街新一盘 建盘的有人监视 不敢 独钟 将先 正 待至无胜德 前人住处避难 时时天津到南突起 处于走地 以无胜德前人 二人逃至南方 走达 三十 九年正月初了 在香港之时 又身患直到癌 可谓血上加霜 信有无胜德前人等悉心照顾 吉人指挥 为创建 原成 完成始运 民国三十八年九月 到天 人 欲返天津之时 将台湾道路交代孙正阳 前人全全处遥 三十 之地 美国宗 县州 县州 等人 离开台湾之后 台湾方面 只有孙正阳王春茂阁警抛礼凤英里凤金武为赴起全盘道路 由孙正阳赴达 由孙正阳赴达达 中 公正阳前人将新意道路情况 主向交易和宗好前人办理 二明 国父十五年 一九五六 年底旨 一切手续教 孙正阳前人随即工程深退 从民国父十六年起 以代代道物 全权由河中好前人负责 赴道场立誓人几人